各位學員,我們現在開始來上課 來,大家請客氣 走勒 大家請坐 各位學員,大家 午安,大家好 你們打破是什麼意思啊 今天很高興,這個61階的初級班 在2點前後,就要完成學業 當然啦,只要初級班,實在是不夠 在優管台灣地位的法理論述 不是說只有一個三天,這樣我就完成 所以我們這裡還有一個高級班 就是在8月16、17、18 那是第17屆的高級班 我們現在是 我們從2011年的1月14、15、16 我們的第一次,開始到今天 兩禮拜一期的初級班從來沒有休息 將來都沒有休息 高級班是兩期,本來是三期的初級班 就是一期的高級班 但是在8月這樣 我們連續兩次,哇,高級班三百幾個 這三百幾個的時候,我們沒辦法上 後來用視訊,但是美國就沒辦法反對 他說不可以 因為人數太多,效果就降低 所以根據美國的意思,我們就改成兩期的初級班 上一期的高級班 所以初級班上升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拿到一面美國的國旗 這美國國旗,我們不敢說是專門餘錢 就是說不是我們送的 是美國政府代表送給各位 高級班上升的時候,我們就送一個 不是送的就是發一張結業證書 這張結業證書就是我們以後台灣民政府的 這個叫做 永遠的公務人員任用證書 所以坦白說,越年輕人受分 好處越多了 活得越久,領得越多 當然,我們相信大家都來這裡 不是說一定要做完 但是,我告訴他 你就是來台灣民政委的高級班 你就是要做完 我們要拜託你做完 因為人家跟你笑說 你就是要做完才會去台灣民政委 沒有錯,你說是 你如果沒有做完 你請問你要怎麼救台灣 你要怎麼救台灣人 你沒辦法救台灣人 所以今天,在一起的時候 我有跟各位說 你沒辦法證明你是台灣人 你現時所帶的政經 都是中國民國,都是中國人 我用現時最簡單的禮說給你聽 最近,有一個下室 新公大學比喻 現在已經考慮了 他研究所 他本來說退五而已 他就要進去 還三天退五 怎樣 只用抄襲就抄襲了 他那個姊姊 我們看起來最大的標準 他這個怎麼說 你馬英九根本管不了國防部 有可能說 一個國家的總統 要管國防部 沒辦法去管 獨特只有中華民國 為什麼中華民國 因為各位 中華民國根本就沒有這個東西 根本就沒有了 美國跟你說幾次了 中華民國跟台灣都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是一個上代討論的議題 因為中華民國在1949年 十幾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北京政變成功 毛澤東宣佈說中華民國已經結束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從那天開始 中華民國總統 中華民國總統 中華民國總統那就是什麼人 什麼人 李中人 李中人那時候已經在美國 所以 九九九在十二月初三 1949年十二月三號 在台北港宣佈公 復刑四次中華民國遷都台灣 根本就完全一段糊塗的歷史 那時候他不是總統 真正的總統是什麼 李中人 所以中華民國 你說流亡在台灣 NO 他沒有資格來代表中華民國 在法理上面 在法統上面 九九九九九不是中華民國總統 死掉了 他在那年的三月就已經二十了 你想想看 一個公司的黨室長二十一後 還過了幾年 鄉鄉回來這個公司說 我復刑四次 那不會通 在民間的公司就知道那不會通 但是為什麼在中華民國會通 因為他用高壓統治 台灣人在一九四七年的 這二禮拜的時候 二月二十八號 台灣人那時候 太嚇到 二禮拜一後 刷下去白色恐怖 連刷三十八年的概念 所有的台灣人都發展 不要說 我們 我們也是一樣 我相信大家在小時候 都聽過你的鼻子跟你說過 小朋友有虛無嘴 政治不通 差不多是所有的台灣人 每一個人都聽過 你知道這二禮拜四多少人 他的紀錄上 二禮拜去領保祖金 八百的人 等八百的人而已 我告訴他 我告訴你一個所謂 我可以幫你保證 一九四七年 二月二月發生 經過十五年 一九六二年 新議會 警務處的署長 在新議會 打尋 東西的新議員 這段 他說什麼 他說 有貨殼 但是找不到那個人 有十二萬六千 十二萬六千 十二萬六千 日本人 在統治台灣的時候 做得最好的是什麼 現在 貨殼的東西 非常成功 你如果生出來 他就給你登記 這個東西是絕對賣不到 十二萬六千人 十二萬六千 我們讓你靠到三萬 你現在日本 政國神社 政國神社 有多少台灣人 有三萬 九千一百名 的台灣人 英靈在那個地方 讓你靠到那個人 也要還有幾萬 十二萬六千 減到三萬九 要還有 差不多七萬幾 買到八萬 好 七萬八萬 給你一些 遊民 但是那時候 遊民很少 讓你靠到 我告訴你 二次最少 最少 四幾個 七萬幾個 走不去 那時候台灣人靠這麼多 六百萬而已 讓你七萬 十分錢 每一個人的家庭裡面 差不多五個到十個 全台灣 所有人靠裡面 每一個家庭 都受到影響 在這種的情形之下 又刷到八色恐怖 什麼叫八色恐怖 八色恐怖就是說 怕你 你在警備總部的時候 既要有人跟你說 你是肥蝶 你就隨著它 你這樣 抓去 都會聲音很多 什麼 幫你行 幫你趴 你為了 不要受到 身上的病痛 疼痛 都會聲音很多 如果聲音 最少都是十五年以上 在那些情形之下 你想說 台灣人 會怎樣 台灣人是變作 變作 代罪高揚 台灣人是怎樣 讓中國人這麼困難 你們都沒有了解 我們六十八年來 台灣人沒有了解 說是怎樣 中國人這麼困難 但是他的教育裡面 六十八年的教育 還告訴我們 我們是中國人 跟你說 你們都是中國人 過去的祖先 從中國走過來 但是實際上 林瑪麗醫師 檢查 台灣人不是從中國來 檢查的結論 但是路邊 林瑪麗醫師 長庚的林瑪麗醫師 受到壓力很大 叫他不能發表 為什麼不能發表 原來就是 台灣人事實上 不是從中國來 所以我跟各位說 我們在座的國語 你的會去檢查 你一定會發現 你都是 高山族 都是原住民的 的結統 原住的結統 跟中國什麼關係 所以我們台灣人 也有幾個 叫做什麼 有當山公 沒有當山媽 以前是都男人的 度過黑海 來到台灣 來台灣的時候 一般是男人都沒有來 都是男人的來 所以來的時候 就在帶當家 高山族的人 結婚 平撲族 你不相信 你如果在親親親親親的順 你親親親的順 你親親親的順 耳朵 裡面都幫你擦黑翁 你有注意嗎 黑翁 黑翁裡面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黑翁裡面幫你說熟番 寫番 高山族 是一個生番 其實什麼叫番 番是派威嗎? 不是 番是什麼? 番茄 番茄 因為那個品種不是我們台灣的 番茄 品種不是台灣發明的 是外來的東西叫做番 其實 坦白說 中國人這麼喜歡 但我們不是番 我們怎麼喜歡 住在這裡的人怎麼會番 是他們那個人 中國來的那個人這麼什麼番茄 番茄 那有很多名詞 你把人家收起來你就知道了 所以有很多台灣的歷史 讓中國人完全徹底改變 就跟他叫來台灣的時候 跟美國說 他說這六百萬的人 1945年的時候 台灣六百萬 這六百萬的人 希望美國可以把這六百萬都用純 把他載回日本 這六百萬的人 中國國民黨 他們的人 都實際上很清楚說 我們是日本人 我們絕對不是中國人 所以希望說 麥加斯 能夠用純 但是因為剛才結束而已 沒有那麼多純好可以知道 所以這個白色恐怖 日立板的洞災 白色恐怖 還有這個概念三十八年 全世界沒有這麼長的 所以這麼長以來 台灣的地位 農民總共會被蓋住 日立板 死這麼多人 尤其是特大海的 差不多都在那一千十條比較多 所以 羅伯爺是兩千空兩年 十月二時 我去顧美國的時候 有很多人跟他講 你是好運 好運你顧美國 因為我顧美國 國民黨敢跟他處理嗎 絕對不敢 如果跟他處理 美國就難看了 所以 但是我們大家的國委 你假設在台灣民主 你會危險嗎 我幫你保證一件事 絕對百分之百不危險 為什麼說不危險 我們是照國際法 西拉雷替我們講過三次 這個團體 就是台灣民政府 這個團體 是完全按照國際法在走的 所以你中華民國當局 你不能用刑罰以上的處分 來對付 台灣民政委的性情緣 你開心嗎 你看 這麼久以來 台灣民政府2008年 2月2號成立 這麼久 沒一個人 沒一個人 說因為 反了什麼事情 叫中華民國給你處理 甚至說 不好意思 車 車牌自己做 當然那是不行 自己設一個 USMG的車牌 中華民國就不可以處理 兩禮拜前 花蓮有一個高山的 高山族的 自己做一個車牌 那個人說不是我們的成員 叫警察他抓到 他開兩張發燈 那個車牌 甘蠍色的 警察跟他說什麼 你這個車牌不對 你問為什麼不對 你們USM就是台灣民政府的車牌是紅色的 那你為什麼是橘色的 我們的車牌 剛才沒發出來 他知道是紅色的 沒有錯啦 我們的車牌 在後禮拜要發 紅色的車牌 現在就有了 我不知道他們有這塊有出來 我們的車牌就是這樣 但是沒這麼壞 USMGTC沒這麼壞 我們用烤漆 白天的 我告訴你 發展五百台 五百台 但是五百台 這個車牌後面是一輩子的紀念 我們執政以後 我們執政以後 這五百台 應救有效 這樣好不好 這五百台的車牌 是要把國中的集中申請 這五百台 後禮拜 我們就是執政以後的車牌 大家都是這個形狀 但是後禮拜的車牌 會不太一樣 但是因為革命先興者 他們的車牌 會讓你用一四人 這是什麼 把國民黨學的 那些老菜就都這樣 對不對 他們做老菜就是 做 國大代表 都做一四人的 所以我說這樣也好 革命先興者要做一四人 對不對 你不用自己拍手 但是要有這次有條件 第一你要有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第二你要有行車執照 第三 現在呢 這就是說 你有這條牌 當時呢 第四點就是 你要 有保險 現在美國是說 這條牌下來的時候 前半年 要含中華民國白星的牌子 掛組繪 半年以後 你美國 車牌 已經有 得到保險 美國公司給你保險了 你才可以 將那些白白拿掉 如果白白拿掉 你就不用去 叫什麼 雖金 還說 中華民國 過去不需要讓我們取消他的國籍 從來沒有答應讓我們取消國籍 但是 到今年的6月20日 中華民國外交部 終於 來一張公文 即日期 如果你自己自委說 我不是中華民國國籍的人 你可以申請放棄 你有放棄嗎 你要放棄嗎 你不能假的嗎 你現在放棄 放棄你又要怎樣 要怎樣 放棄要怎樣 要變什麼國籍 美國幫你判官 判官五點 台灣人 沒有國籍 中華民國本來就不是國籍 你放棄 你有沒有放棄都一樣 但是你住在這個地方 中華民國籍 你可以放棄嗎 你可以放棄 放棄以後 叫人權公約 會第一條到第二條 每一個人 生出來就開始一定要有國籍 第二條 每一個國家 不能隨便 強烈的國籍 給你取消 這是人權公約 1907年的人權公約 全世界都會有遷移 所以各位 我們這個判官 我們這個判官 我給你保證 2000空 6年 10月2時 的判官 這個判官 絕對是影響我們台灣地位 跟影響我們台灣的 一生一世的一個判官 問題是 台灣人到底當時要來割判 這是我們所 丹心跟最煩惱的事情 台灣人 今天為止 我相信你們財囑各位 你們來這裡最好 你的判官 給你的壓力一定很多 跟你說 你會叫人騙你啦 但是 你可以跟你的旁邊的人說 我是叫人騙什麼東西 我們是叫人騙什麼 你來這裡 你交的錢 我說一次 你交的錢 不是交給台灣民政府 你是來自農場 你住在這裡 同住人家 吃人家的飯 睡人家的麵壁 你不用交一些民宿的錢嗎 你青菜民宿也要那麼多錢 所以我又跟各位說 台灣民政府沒有給你收錢 你不要搞錯 台灣民政府給你收錢 只有一個部分而已 就那一千塊 新分證 說到新分證 明天 禮拜一 2000分新的新分證 交易 就是本來你有新請 我相信有很多人 現在在網上都有你看 你如果新請要不要拿到的 明天開始 新的2000分的身份證 馬上就拿到了 現在有多少 一萬2000多名 人 新請到新分證 現在 差不多每個禮拜 都有差不多400到500分的 新分證在進行 為什麼美國會說 你都要41萬 也是有願意 為什麼你要訓練4000名 也是有願意 因為 美國 他從一切都叫法律 一切都叫幾句來 今天 你台灣人 你要接政 為什麼美國說 他沒有要交給民進黨 為什麼 各位 民進黨是什麼民進黨 叫做中華民國民進黨 你怎麼知道 是怎麼說中華民國民進黨 中華民國民進黨 是民進黨的黨章第一條說什麼 跟他的台灣決議文 他說得很清楚 你們都沒有去注意而已 他自己說 台灣是一個主權動力的國家 名叫做中華民國 看他要要求 我想你沒有去注意 名叫做中華民國 民進黨 你覺得他是台灣人的政黨 NO 他是中華民國民進黨 所以你回到民進黨 他回到什麼人 中華民國 中國國民黨不用說 中國兩天你就知道 所以回到中國跟中華民國 請問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你說他的政策 所有的那些高層的 本來跟你們講說反共抗議 現在都走在中國 每一個個個就是這樣 我們只有萬壇 我十天晚上在接到那個簡訊 秘書長 救救台灣人吧 我說你要救你自己 救救台灣人 你就去當中華民國 你去當中華民國 當民進黨 讓他繼續延續 中華民國的生命 要叫我幫你救 我是怎麼幫你救 說比較抱歉 你是中國人 我是要幫你救什麼 你是台灣人 我才有辦法救你啊 所以我們的新聞情 退到現在 已經兩年完 兩年完才一萬兩千人 你看有可能嗎 要簽一個新聞情 要買他的名字 我會危險喔 我如果申請下去 我十八%也沒用 我如果去申請新聞情 軍工教練 也會沒用 跟那裡有關係啦 這不就是說 你證明說你是 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我們跟美國說 我是本土台灣人 我不是中國人 你要將政權 向我台灣人 這樣對不對 這樣而已嘛 台灣人 沒有邏輯觀念 真的台灣人沒有邏輯觀念 說一個比較簡單的 我給他 考慮 10月25日什麼日子 什麼日子 10月25日什麼日子 光富節的驚笑 說光富節的驚笑 我問你 我問你 來來來 聽好聽好 注意我聽我聽 第四個字 什麼人風差台灣 有日本嗎 日本人驚笑 你這邊 又沒有日本 日本就風差台灣 對不對 美國風差 風差什麼 風差日本 我說台灣什麼風差 什麼風差台灣 日本 美國 美國 你想不到 美國嗎 美國對啦 我跟你說 你不相信 你去坐計程車試試試看 多少人跟你說 我愛台灣 好 我很愛台灣 你問說 第四個字 什麼人風差台灣 日本啊 你不要打槍 你會說 喔 日本喔 為什麼日本 八年抗戰 各位 風差台灣 是美國 那時候 老爺 我們的阿公 都走美日以後 你會記得嗎 你會記得嗎 就不是你會記得 你不要問過嗎 美日以後是美國的 這個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日本天皇的土地 哪有可能日本來 如果風差你日本 所以各位 這是很大的不對 好 美國風差台灣 美國跟中華民國是同盟國對不對 是不是 美國在那個時候是我們台灣人的 定輪 對不對 要跟你風差當然是你的定輪 美國是台灣人的定輪 中華民國是台灣人的 定輪嘛 很簡單的 這是很簡單的邏輯 美國是台灣人的定輪 中華民國跟美國是同盟國 當然中華民國也是台灣人的定輪 我們今天怎麼去做台灣人 做這個中華民國的兵 美國去打伊拉克 怎麼叫伊拉克的人說做美國兵 沒有 美國打阿富汗叫阿富汗人去做美國的兵 沒有 美國贊名劉邏輪叫劉球人去做美國兵 沒有 你是怎麼中華民國來台灣贊名的時候 你叫我台灣人去做你中華民國的兵 所以你給他想看看 所以那個 那個洪先生 會叫中國兵 所謂的國軍 把他領地 我跟你說 台英看是應當的 你買什麼真相 不用給你真相 一年他做兵的事是一千四百的 一年四的兵要一千四百的人 你是不一定會知道是你的隔壁還是什麼人 尤其是很多都是因為 受的教育不夠管 那都完翁市的 叫靈離市的一堆 這是怎麼 全世界 有說服一個兵役 死這麼多人 都沒有戰爭 連續都死在他的手頭 他如果看你不怕他 你知道什麼避兵就把你領到死 尤其是海軍 把你踏下去就好了 就死在了 所以各位 有人跟我說 你台灣民進要出民 我告訴你 要出民沒問題 有啦 但是呢 我現在還沒出手的原因是 我們的實力不夠 我這裡分年兩千四百的高級班而已 我如果有四千名的時候 我馬上因為美國跟我們說要分年四千名嘛 我如果想不到我比較接近的 我就跟美國說 請你政權行為 在這個時候美國也有要求 中華美國開始要離開台灣 有人看不出來 美國確實要求 中華美國要離開台灣 為什麼 做什麼動作 幾個動作我告訴你 第一 所謂的三軍司令部取消 三軍苦農那個司令部出銷是什麼意思 沒有三軍 既得建定管掛美國國旗 你看看那張 既得建的 上面你看看 三軍司令部 這是中華美國新聞 你有看嗎 你看看既得建 既得建 上面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嗎 這張是在 625旗的一週刊的封面 就是這張啊 你看美國國旗 你有看到嗎 既得建的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國家的旗子 日本的旗子 軍艦上面掛美國旗有沒有 沒有 你有沒有看到 中國的軍艦上面掛美國旗有沒有 沒有 全世界都沒有 只有這個國家 還有中華民國 掛美國旗你有看到嗎 還掛在上面 不是掛在下面 兩個掛到底喔 這是什麼意思 我跟你說 中華民國的三軍 都是美國已經全面的管制 很清楚 所有的三軍 六軍來說 他的 他的艦車 因為艦車你最常看的 艦車的路 那個 草桃 不是草桃 那個 高雄 車連排已經不開了 你看 你不相信 你看看電視 他如果是最新的壓平 那個紀錄片 不準 如果是最新的 你看看 現在那個 五四惡呂 五四惡呂 就是現在發生事情的 五四惡呂 他在演習 你看看 他的演習的壓平 路由都不開了 軍艦不開了 飛機 路由都不開了 這是做什麼 美國已經跟中華民國說 你要離開台灣了啦 本來有四十萬的軍隊 都要降到21萬五千 現在剩下這個 剩12萬 為什麼剩12萬 12萬是屬於智慧隊的形式 所以 麥英九不是在好心 麥英九為什麼選佈說 不用做兵 中華民國那些共體的說 不用做兵是要怎麼 怎麼有辦法 一定要做兵的 美國 因為這種的事情 他不能公開說 我們可以跟麥英九說 你就跟選佈說 所有的軍隊要取消掉 為什麼要取消掉 因為我們夠美國成功嘛 我不能叫台灣人去做兵嘛 所以我來說 其實 他中華民國國防部 中華民國調查局 對我 了如執掌 但是他對我 莫可奈何 他如果跟他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如果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台灣民政府 這些人 都是 中華民國 代表 完全 百分之一百來 代表 USMG 美國軍事政府 有很多人說 我就沒看到美軍 哪有美國軍事政府 古今山和平條 第四條 日本的人民 日本的 日本的 製產 都聽從 USMG 美國軍事政府的支配 跟分配 很清楚 USMG有了 怎麼沒有 那個時候 因為有時候美國 USMG 成立的時候 名稱沒有改變 他在過去台灣用什麼名稱 美軍顧問團 在菲律賓 也是用美軍顧問團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時候 剛才來的時候 1945年 九月份 十月的時候 當時來台灣 用兩個名字 一個叫做 台灣行政 長官公署 有沒有 為什麼用台灣行政 長官公署 那個是台灣民政府 的代稱 還用一個叫做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那是什麼 台灣中國軍政府 那就是按照戰爭法裡面 他規定 這兩個名稱 軍政府 民政府 他一定要成立 這是全世界規定的 所以 您在那裡說 台灣民政府 我現在發的 您現在要去本社 新台灣論 以外 您一定要去我們的網站 去看 我憑各位 您每天都要去網站 我們現在的網站 跟第幾批 那個網站 今天到116批 116批 你有看到嗎 各位 你不能說來這裡 疼疼 拍手拍手 笑笑就要結束了 不行 你回去後 一定 要和你的集長聯絡 集長如果有活動 不真點 一禮拜才一次 我那兩禮拜三禮拜 我才去國州 有一次的演講 你們有時間 一定要去國州 這不羽秘書長有約的時候 你們就要去了 我會把你們報告 最新的 現主席 台北民政府 所進行的最新的 做總控 所以 你們在這裡受訓 你不是說今天受訓 這樣就散了 回去就要單做官 不行 你們回去 要加長你自己本身的 法律的上司 因為 台灣的 國際地位 非常的深 我這樣眼睛看 這裡很多都很年輕人 很好 年輕人 後來是我們台灣的 這個 既往所在 你們 我是高齡 我們黨的人 藏這個法例 我們後來台灣 沒有武器 我們不用武器 我們不用去做兵 但是你不用做兵 你要保護自己 用什麼來保護 法律 用法律來保護自己 這個法律 不是我們寫的 是美國寫的 是全世界國際法寫的 美國 六月七七 六月七八 習近平 去拜訪歐巴馬 兩個人在那個農場 說八點前鋪 兩個男人 說八點前鋪要說什麼 不是說一個男人 一個女婦 當你亂來 八十點前鋪也沒關係 兩個男人 說八點前鋪要說什麼 你看簡單 他說就回家 他們發表才會 你就知道 六月七七八 六月七七七八 書去逛從 习近平登一天中國在那個廣州 他講幾句話 中國要發展 絕對不犧牲個人的生命 這是什麼意思 各位 我就跟你和你講 中國已經向台灣損失了 他中國絕對不會打台灣 絕對不會犧牲台灣人的任務的生命 包括他中國人的生命 你有看到嗎 發展不能以犧牲生命為代價 六歲七十 這是六歲七十 他回家的時候他講的話 所以歐巴馬馬上發表 我很這樣讚揚中國的領導人 有果斷的能力 意思是什麼 不會戰爭了 你不開心嗎 你美國過去都走到要死 中國很害怕 好像一直要戰爭 每次台灣人選舉 他就告訴你 我要打 我要用戰爭 大家就怕 怕的時候就回到國民黨 其實都沒有那一回事 所以美國人頭髮很痛 你台灣人頭髮這麼痛 別說痛 很故意 想不到 沒有那個邏輯 我問你 台灣這個土地到底什麼 日本靈魂 日本天王 古金山河平條約 你那時候進城是什麼條約 馬關條約 如果你看馬關條約 你要說台灣的地位 要先為馬關條 海公去 馬關條約 來 那個馬關條約 給你看看 什麼叫馬關條約 我們過去所有人的地位 先看我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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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所有人跟我們說 馬關條約是因為 清條建書 所以清條 從台灣澎湖 永遠割讓給日本 你給我這樣 請你走 我這樣疼 我這樣疼 你不這樣疼 你是疼嗎 蛤 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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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關條約 我們同的課本 中華民國的課本給你寫 清條建書 甲虎戰爭建書 所以清條 從台灣澎湖 永遠割讓給日本 我們課本都這樣寫 對不對 靈魂 什麼靈魂 你給我看這個 這個 你給我看這個 台青帝國的大風帝陛 跟大日本帝國的大風帝陛 為定立合約 來看我這裡 什麼人跟什麼人定 風帝對風帝啦 風帝跟政府有一樣 有一樣嗎 不一樣 要怎麼證明 我證明給你看 後面在古金山和平條 日本導航的時候 1945年八月 九月初日 日本天宏導航 他派那時候 大日本帝國的外交部 部長 叫做崇光貴 去簽和平條約 不是 投降書 你要看投降書 你要看投降書 投降書是崇光貴 這個崇光貴 這是經國你看 崇光貴在上面 崇光貴 他下方 他下方是他的title 就是他的職位 他的職位 他的職位是什麼 Behave Behave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他代表日本政府 的 還有誰 和 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和日本政府有一樣嗎 不一樣 各位 來看我這裡 這是 sindong 的觀念 所謂的日本 是整理三個部分 日本天皇 日本政府 和日本人民 日本政府 政府放棄對台灣的管轄權 日本政府因為日本天皇有這些土地 給日本的首相去做管理 但是台灣跟平和那時候剛開始的時候 是台清帝國的殖民地 從哪裡來 你看地圖 清調那時候的地圖 台灣的地圖 你看看台灣的地圖 台灣地圖 你看就知道 那時候的地圖是這樣 你有看到嗎 這個好像是一隻什麼 牛仔 殘啊 對不對 牛仔 殘啊 我問你 駕駛那個地方走哪裡 標示駕駛那個地方是高山做的土地 不是台清帝 台灣這個你看到的部分是拓殖地 是殖民地 各位 原來國際法律規定 殖民地才可以割讓 拓殖地才可以割讓 可是如果是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就不能割讓 所以你看 美國跟西班牙戰爭 美國西班牙戰爭 美國西班牙戰爭 波多里克 關島 古巴 菲律賓 割讓給美國 因為那些地方都是殖民地 一樣 台灣是 台清帝國的拓殖地 台清帝國的殖民地 所以台灣掛年給日本田農 所以台灣掛年給日本田農 這個土地也是日本田農的殖民地 來 再來看看 現在問題來了 台灣的問題像一像這個地方 一百九五年那時候 台灣是日本田農的殖民地 所以日本田農在台灣給你選擇 兩年裡面 你如果沒想要做我日本的國民 你可以 變賣財產 離開台灣 回到中國 還是要回到中國 都沒關係 如果兩年裡面你沒有離開的 抱歉 你就要變成我日本的居民 日本皇帝在台灣派總統 華山之際跌臨 在台灣 他就大量投資在台灣 因為他是他在日本田農的土地 他求三七年 他將台灣這個土地選擇華民化 華民化 華民化 什麼叫華民化 因為台灣人不要說一句 開始給你教日本人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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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的情形跟什麼 跟北海道一樣 北海道本來也是日本皇帝的殖民地 他也在那裡實施華民化 然後 愛女主躲在北海道 在這裡漸漸漸漸漸漸漸 來變成跟日本人一樣的生活習慣 然後要在那裡實施憲法 為什麼實施憲法 因為這是萬國公法規定的 萬國公法規定 之後這個土地就變成 日本田農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1937年 皇民化開始實施 之後有一個內地原先 就是為日本的土地延伸到台灣 所以在1945年四月初音 1945年四月初 這四月初有人說那是什麼 漁民節 漁人節 不是喔 日本一般的國家裡面 開始都是四月一日 國家的財政開始是四月一日 所以它全部四月初音 在台灣這個土地實施 法民法裡面的民治憲法 從我們台灣開始實施 讓我們台灣人參政權 三名的參議員 五名的眾議員 同時讓我們參政權 參加建政 所以在四月初一日 以前台灣人 如果要去替日本田農祝禁 不能用軍隊的名字 他們可以用什麼 義勇軍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聽過 叫做高砂義勇軍 這是全世界非常有名的部隊 所以四月初一日 在我們台灣實施 民治憲法 以後就是標示說 台灣這塊土地 已經變成是日本天皇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台灣這塊土地 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台灣人民變成日本天皇的臣民 臣是大臣的臣 臣民 各位 各位 以我們去年來講 我們是何等光榮 跟現在是英國一樣 英國的黃太子 黃太子的孝生生一個小孩 全英國大家歡迎 那是一個有風土地的國家 跟我們不是風土地的國家的人 所以沒辦法去想像 我們其實 我們是到今天為止 要就是日本天皇 現在是因為戰爭失敗不能管 但是實質上 我們 從法理上來說 要就是日本天皇 一九四九年 美國的中央情報局 在六月九日公佈一個文章 台灣地位 台灣地位就在說什麼 我相信你只看那個文章 你看不 那文章給我出來 你看 美中情局 一九四九年 指台灣地位未定 這個稍微討論一下 各位 你看看 你不只看黑梨而已 台灣在法律上 不是中華民國的 這沒有問題 他就沒看給他 最重要在哪裡 是這幾個 台灣的法律地位 仍是被佔領的領土 整批文章就是這幾個 很多人看不 包括國際法的學者 看不出這幾個 台灣的法律地位 仍是被佔領中的領土 被誰佔領 美國 日本天皇 所以這幾個土地要還有什麼 日本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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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們拿回來 把這幾個土地 帶回去給秘書長看 這兩張 叫他們拿回來 看看 你看 就是美國 贊成我們所講的 台灣的地位 日俗美戰 日本天皇 美國軍事政府 贊名台灣 美國經國的安排 就是要走這條路 所以你看 現在安倍晉山 安倍晉山落台 經過幾年 又算 又調 你有看喔 那個時候 安倍晉山 要動算自民黨的 自民黨的主席以前 我們也知道 而且 那時候就跟你們說 他的三分之二以上 四分之三以下 我的嗎 我把他關掉 對不起 安倍晉山 你聽我說 安倍晉山參議院 他這邊又調 他這邊已經控制二分之一以上 三分之二以下 他要修憲會成功喔 但是這些事情 我們老早就知道 我們去年就知道 所以 從現在開始 兩三個月裡面 日本跟你宣布說 我們日本天皇仍然擁有台灣 你不要驚訝 我認為這個事情 渣完會發生 問題現在就是我們台灣人 本身有辦法理解到什麼樣的程度 因為我們在這裡受的國民黨的教育 跟你說 日本竊佔台灣 你看看我們現在的課本 本來是日誌 現在要改靠日劇 你看看嗎 來 馬英雞不敢 馬英雞說日劇還是日誌 隨便人家 誰喜歡就怎麼用 以法律來說 你不敢說 人日本怎麼有跟你討論 沒有嘛 它是按照什麼 條約 我問你 你的阿公如果家賣給人 你接到你家的財產 你跟他都說 我阿公 人家賣那個家賣不算算 那不行 可以嗎 絕對不行 這很簡單的 很普通的 嘗試 你如果看 現在中國人 肯定要把他拗過 日劇 日本人 日本人 我怎麼有佔據 我怎麼有偷竊 竊佔台灣 我怎麼有偷竊 沒有 你說 最近 五月二三 五月二三的時候 這個 余政生 余政生是什麼人 是中國共產黨 中央常委會的 這個常委 他還減 中國共產黨的政協主席 還減 上海市的書記 他發表 他說什麼 他說 只要你 民進黨 不要走法理台獨 他要坐下來跟他談判 你看 不搞法理台獨 就與民進黨接觸 我請問你 其實中國一直叫我們是民進黨 其實我們不是民進黨 真正的民進黨 當時不要說過法律 當時 從來沒有講過法理 他們只是說台獨而已 要怎麼台獨 怎麼台獨 我問你 很簡單 你如果要台獨 你要向誰宣布台獨 美國當時 獨立的時候 是向什麼人選擇 英國 對不對 你要一個對象 你台灣要選擇獨立 請問台灣要向什麼人選擇獨立 日本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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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土地是他的 你不要問日本天王 他有同意嗎 所以余政生 他說那句話 其實 不是在向民進黨 是在向我們說 我跟你說 台灣人要走出路 台灣人要洗路 只剩一條而已 做法理這條路 才可以走出我們台灣要走的路 這樣對不對 這就是 就是說 我們大家 來自受訓 會願意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跟你說 你今天來自這個地方受訓 我再說一次 我沒有叫你做 革命先烈 先烈就聰明了 我跟我說 拿刀拿錢說 你去結婚有嗎 如果拿刀拿錢 叫你去結婚 你都不要參加那種 你自己說你自己去 他說你那不懂 我不是不懂 你先武大 你先台姓 那些人 都是要叫我們去犧牲 叫一些台灣人 傲人去犧牲 一些 一些 雪氣方剛的人 讓你先去犧牲 不必了 我再說一次 你們怕法理這條路 不用怕 犧牲的路 不用怕 革命先烈 我們要說 革命先行者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我來提議 革命先行者 說兩次好不好 革命先行者 革命先行者 要他快點 不能說下去 革命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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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坑的 絕對革命先行者 革命先行者 有好坑的 絕對革命先行者 會先提 對不對 所以阿伯可以做公務人員 對不對 所以叫做革命先行者 你如果要先例 讓別人去做 你不能去做革命先例 因為我告訴你 台灣要走這條路出來 只剩這條 沒有其他的路 不要騙了 李定位做十三年的總統 選下去 做淡水壁做八年 連續二十一年 台灣的地位大體堡 是怎樣 他怕不到邦經 你在中華民國憲法選世 你說要把中華民國抖到 倒 你看到鬼哪有可能 你如果要抖 第一項就先把你捏 你叛變了 叛亂了 現在中華民國 你害你騙就是什麼 一方面用台灣 頂議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頂議台灣 中華民國頂議台灣 你要拿出政治來 哪一個條約 對一個條約 還是對一個合約 寫說中華民國頂議台灣 你要拿出來看看 沒有 沒有 夠怕的為止 沒有 美國也不答應 美國說 太平洋戰爭是我跟日本前 當然不是跟日本 應該是美國總統跟日本天皇前 日本天皇 建設以後 台灣這個土地是像日本天皇的 現在要解決 第一個解決的問題 要去問什麼 日本天皇 你不知道有同意嗎 跟日本天皇問問 就是這樣 所以 習近平 在兩千空九年 那時候 也有去跟日本天皇 記憶 空九年的記憶 時 習近平 跟日本天皇說 我現在中國稍微有錢 要不然 你從台灣來賣給我 日本天皇跟我說 不好意思 我日本的鳳族 從來沒有賣過東西 意思是 比較奇蹭 相信 我們去跟日本天皇說 不然你台灣 就要賣給我 台灣民政務 他也跟你說 一樣的話 讓日本天皇 掛在我們的頭上 沒有關係 他不能掛了 因為古今山河民 第一條的米 他已經將日本 他的國家的事 拒絕 現在是要放 讓我們台灣人 自己來管我們自己 所以我們台灣 後來走路 會變成什麼 聯邦還是邦連 台灣 和日本聯合起來 台灣跟日本 如果沒有聯合 我告訴你 這樣的時候 日本就站起來 現在 日本的土耳民 到現在才知道 頭腦 比我們有夠外 最近 我們這個民主 在那裡發表的時候 他怎麼說 有 因為我們 憲主席 在法理上 我們台灣人 是日本天皇的 新民 但日本人 因為 修改憲法 他憲主席 民主 憲法第四條 到第八條 改一個 日本天皇 將日本人 跟他們說 他是日本的 國民 國民 你想想 國民更大 還是新民更大 新民更大 為什麼呢 今年八月十五 我們要四十六個人 要去日本天皇 要去日本的建國神社 要去跟日本的民族 天皇 和交互天皇 要去走你 這條故意 為什麼 日本人現在 很少你跟日本的民族 天皇走你了 我們要去走你 再辦一個電力 現在日本的 要去 在建國神社的時候 因為八月十五 是日本 天皇 宣布 導航的日子 每年的八月十五 那天的 全國神社 都很多人 含擔擔 國家都會去 我們都已經接受好了 當然不能太多人 只能四十六個人 我們已經排的人 剛才在蘇寨 蘇寨的飛機票 很難定 不過我們也已經定好了 但是各位 你們可以參加十二月 二十到二十 我們每年一次 跟日本天皇祝福 你能夠說 跟日本天皇祝福很簡單 日本的公共 我們台灣的民主 是連續兩年 都提集在裡面 你能夠說 你看那個旗 這是20 2011年 2011年的時候 這支旗 日本的旗都嚇到 因為日本的公共 在那裡 日本的馬路 馬路旗 馬路就是那個 紅的 不同的旗 其他的旗 都不可以 所以他們撩上撩到這支旗 嚇一跳 我告訴你 他們做一個很錯誤的事 也很好笑的事 他們將我們的旗 都把我們撩紅紅 這個部分 都變成紅的 整個旗都紅的 所以報道看到 我說他奇怪 明明這個看到 我們的旗 怎麼都變成日本旗 原來日本的 日本的那個記者 嚇一跳 就說 怎麼沒台沒錢 有這支旗 這支是什麼旗 露尾了 到露尾了 他們才知道 原來這支是 日本皇帝 跟公內聽說 可以嚇一跳 那是有歷史以來的 第一次 台灣民政會的旗 在日本的 香港的頭前 在日本跟日本 天皇 職受的旗 所以第二年 日本政府 日本的記者就比較聰明 第二年的鄉平 2012年 旗有夠多嗎 他就不被撩紅紅了 就好出來 他現在知道 所以這關事情 都要每年每年 在一起做 我們今年 2013年 我們也一樣 我們第一年去幾月 你知道嗎 我們去150個 去年去幾月 220個 今年 最好的可以250個 你們如果 在我們的網路 看來說 你們要報名 250個 都穿 一樣的世宗 我這支 就是我們的座 大家都穿 五成的世宗 男朋友都一樣 你看看那個座民 當然 很高 很高 年古代 我們的主席都送了 一條 銀白色的年古代 但是 各位 我們這個行動 讓日本人 開始 懲罰 所以 今年 日本的 眾議員 168人 去 政國選擇 這打記錄 所以各位 你不能看我們台灣 所以最近 日本的議員 跟人民說 是啦 過去 我日本 你領到台灣 現在是在台灣 你領到我日本 怎麼說 我跟日本人說 我說 你要討北方四島 你永遠討不到 對 安倍晉三去跟普丁 蘇聯的普丁 要討北方四島 頭一次去 普丁跟他說 你回去唸書 普丁跟安倍晉三 安倍晉三 回去後 憑什麼 說奇怪 這人很無聊 叫我回來討書 我去討書 我去討書 去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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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去唸書 去討書 我要討北方四島 你叫我回去討書 討書 討書 後來 因為 安倍晉三 這扁 和我們聯絡 真實 他的助力 有來我們這裡上課 我正跟他說 當然也要討書 你日本已經憲法 已經改過了 你要討北方四島 他叫你討書 他說 他跟 普丁跟安倍晉三 說 北方四島不是你日本的 不是日本政府的 咦 為什麼不是日本政府的 那什麼人的 日本天皇的 答對了 你不錯 歡迎很好 日本天皇 有那個 你看以前的 那些大日本帝國的 大日本帝國的 那些道 你要看 這個公司的保護 都是大日本帝國 台灣也是日本帝國 也是日本天皇 所以安倍淨三 北方四島不是日本的 各位 我也跟日本說 你們英文就討不到 所以安倍先生說 我來跟他憲法 要回覆 讓日本天皇來管 我說你不用那麼麻煩 要討北方四島 要討什麼人 討台灣 誰要討台灣 我們要的是臣民 新民 所以北方四島 如果我們去討 蘇聯無管理說既傳 因為我們代表日本全都討 聽一個安倍晉長 頭皮膜在燒 喔 我來做是這樣 所以他現在回去開始改憲法 要討什麼 他在打拼這個 現在他事情都會幫你問 國際免得走 所以我要說 你日本 他現在日本的國際法治方面 建政法治方面 他不說 我們研究的比他深 比他 比他廣 和美國 的帝戶 來台灣一定來找我們 跟我們討論 南海 西拉蕊 那時候做 做的時候 他發表的 那個南海的發表 政策 也是我們替他下來的 各位 因為我們有去 用時間去研究 這就是怎麼樣 我們在 今天在這裡上課 我可以很得意跟各位說 我們台灣要走出來 只剩我們最後一條路 用法例救台灣 好嗎 好 當然啦 這個問題 不離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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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 三言兩語 就可以說出來 我現在 我這條蕊 要拿十分鐘 因為我要交給 我們的議長 來接這個蕊 因為 這兩天 我的喉嚨 不太舒服 不是很舒服 所以 以前的交代 不能說太多 所以 我的蕊要跟這個地方 如果有機會 在高級班的時候 因為高級班跟初級班 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高級班 是更加親密 我認為 如果你有心 要讀更加親密的論述 可以來參加 高級班的授訓 如果三點半的時候 大家要留比較適合 他會記得我講的 繼續適合適 才去整理行李 我們就叫十隻的計程車 可以四個人 用一隻車 這樣比較省錢 四個人坐一隻 比較省錢 我們先休息一個十分鐘 再來繼續開始 謝謝各位 謝謝 各位好玩車 KLIP